每年的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总是吸引许多好手参加 精彩的沙雕作品也让人目不转睛 而现在福隆国小也能够看得到沙雕 学校为了推广沙雕艺术 这几年也做得有声有色 透过镜头带您了解 福隆国小结合在地资源推展沙雕课程行之有年 为了使沙雕艺术生根 延长师生沙雕作品的生命周期 校方积极争取各方资源 成立新北市唯一的校园沙雕展示教室 在23号当天也举行了节目仪式 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跟这个乌龙沙雕季的老师合作 请他们到学校来教小朋友 教老师玩沙雕 那大概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那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作品 是大概我们九月份分了三次的课程 把它完成了 因为可以用雕刻的工具来做 然后 不会很困啊 不会 那就因为我们喜欢猫咪 那在刚开始做东西 不会 有很多地方都是要老师弄 长期进驻福隆的沙雕师阿田就认为 让小学生接触沙雕不仅可以训练手艺 也能发挥创造力 因此他也相当认同学校的特色课程教学 沙雕这个创造艺术它是我目前我觉得最环保的创造美产 第一 沙雕它不会产生垃圾 它取自于沙滩 又回归沙滩 它如果沙雕的雕塑会了的话 其他的雕塑都很容易就会上手 所以小朋友那个 手艺的那个扎根是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这个课程也可以算是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之一 那应则上每年大概五六月的时候 我们会来推这样一个课程 我们也更希望说我们新北市 或者更多的学校来可以到学校来参访 来跟我们小朋友一起来玩沙雕 一起来做创作 校长表示透过沙雕艺术推广 扶龙国小的学童有更生活化的艺术体验 有更在地化的文化认同 不但培育出坚定的自信心与专长技能 也为自己开始了职能的希望之窗 介纯威共聊采访报道